这个是前一天录的 我一直没发上去 可能都过期了 过就过吧 反正大伙凑合看 女排 三比二负于土耳其 我看媒体说是爆汉 我觉得谈不上爆汉吗 输了就是输了 输了叫什么呀 记不如人对吧 四强之位 加上而止我觉得挺好 既然是体育比赛 那就有输赢 而所有的体育比赛 你都想赢 输的都是别人 那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 只如悲伤不要彷徨 进不了四强 就进不了四强 新闻消息 8月6日电 说巴黎奥运会女排 四分之一决赛中 中国队2比3 没能逆转土耳其 遗憾 止步八强 我根本不关注奥运 一眼没看过 至于得了多少金牌 严格说和我没关系 我现在说这事 是这手机呢 突然跳出这么一个消息 我大致看了一下 那我就说几句 目前这八强是 巴西 意大利 中国 美国 波兰 土耳其 塞尔维亚和多米亚 我们八强 止步 我看到的八强 竟然有塞尔维亚和多米亚 哎呦 这个这个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一看到 这亚那亚 我就觉得他们战火 平衡的感觉 我看有网友在讨论 说土耳其对了一股光头 说那光头太厉害了 要没那光头 土耳其进不了八强 甚至还有网友说 土耳其女牌里 咋还有个男的呀 说那个光头 她是女的吗 反正我看了一会儿 这论坛啊 一会儿怨光头 一会儿怨裁判 就是没有人怨我们自己啊 记忆不如人 甚至还有人要投诉那个裁判呢 说说哪的 好像是加拿大的 对于网友的这种爱国情怀 我能理解 但是这种爱国的方式 我却不解 中国女牌曾经有过辉煌 但是辉煌是过去 每一场比赛 都是新的开始 新的开端 因为过去 即便是再好的成绩 也不会累积到 今天的比赛当中 难道不是吗 因此说从今天开始 认真对待没上比赛 不找其他的理由 这才是一个成熟的队伍 和一群成熟的观众 OK就到这 我是非诚马英老李三 下期再见 拜拜